今天呢大家好,我是马尼特凯拉撒南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尼西亚南达大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寺庙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些这个负起责任的这个体验吧 就是大师讲的四大原则 第一点就是一致性 第二点呢就是 真实性 第三点是责任心 第四点是丰富他人 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心 到底是怎么能让我们的人生 更有力度的走向成功的 这是我自己的体验 就是有很多次呢 我们都觉得可能自己已经做到了很多了 为什么别人不做 他们应该做的 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态度呢 你可能会跟这个人讲 你应该做这个 你应该怎么样 然后你会为自己辩护说 你看我都之前已经做了这么多了 这次轮到你了 或者是这事就是你的责任 你怎么不管 做的这些时候呢 我们说的都是有理的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想让这个事件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一点 就是自己拿起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 看自己还能再做什么 这个多走的这一步 事实上是真正能让这个事件有一个最好的往下走的 往下进展的一个推动点 就比如说你觉得这些事情像我们现在分这个 我们一些僧侣一起在一起生活小的家庭 就是跟之前印度班加罗尔那么庞大的家庭的规模变小了 有非常现实的就是比如我们要做饭呢 要就是保持这个清洁卫生 就是即便是就是这是我的体验 就即便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的很够了 我再让别人去做呢 可能他们也是会做的 但是他们移动的速度 或者他们做的程度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然后呢我就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突破性的体验 就是我就拿起责任了 我跟他们说我做的再多 这个这件事情应该你们做 好像是是有很有理的 但是呢我当下就觉得 那我每一件事情都要分开看 我在每一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拿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能让他更往前走 然后我就决定 那我就多做一点 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上 我可以做多少我就做多少这样 然后我就去做 然后没想到这个 大家就一窝蜂的过来帮忙 然后后来其实我也没干多少 反倒是大家都有了一个深刻的 好像是认知的转变 就是我们是应该就是一起 维护这个家庭的 卫生吧 这个环境 然后这个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能够感觉到这个能量场的变化 就是从之前 大家是被动的 然后到了这个就是 当我决定拿起责任 再去 挑起更大的责任的时候呢 反倒有更多人来支持 而且大家都是 发自内心的 主动的去支持的 就是主动和被动 是有天长之别的 这主动的能量呢 就是能够让大家继续的还这样做 并且呢 工作的质量会变高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还有一次体验 就是 所有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都有事情 或者都很累了 然后呢 就要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也是可以有200个借口这样 但是后来我就 其实觉得挺没意思的啊 这样就是很无力的认知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 让我就是 放下自己所有的这个 抗拒情绪去做吧 然后呢 没想到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他的 应该我做的事情 别人去做了 然后就是 这样的一个能量转换吧 然后我就越来越理解到 为什么我们在人生中 要负起责任 自己的人生 才能有更多突破 真的是 负责任不是一个付出 而是一个得到宇宙回报的 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这 跟大家分享这一点体验 就是在任何时候 你与其抱怨 或者是觉得自己是 被动的 不如让自己主动去来 你希望别人能够动 或者希望这个世界 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把自己 不要把这责任 全推在别人身上 你任何时候 都要告诉自己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能做什么 我怎样拿起责任 让别人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 当你有了这个认知的突破 和行动的突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人生是完全不同了 就是完全是一个 非常让你满意的一个状态 在你的面前显化的 所以我在这 跟大家分享这个体验 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给大家人生 生活方式一点新的启发吧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然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 积极的跟我们一起建设 开拉萨1008个地点 你呢 自己做一个开拉萨也可以 或者你加入我们也可以 然后我希望所有的 讲华语的朋友 都能够抓住这个最好的机会 让我们齐心协力 一起把尼西亚南达大师 要在西藏港人波齐峰 建立的两所 两所师婆神庙 成功的建立起来 需要想要捐赠的朋友呢 或者是你有智力 或者是人脉 都可以跟我联系 谢谢 大家收看这一期 每天天安安 等会 我们下期待